万鱼桑残结万茧 全靠残农手工采 巧手残农裁剪盲 背后辛劳有人知 发明人苦心研发 力致让裁剪机械化 那么他的奇思妙想 究竟能否改变千百年来 手工裁剪的方式 获得残农的认可呢 敬请收看 我爱发明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在这节目里啊 我是真的开了眼界了 你看啊 以往老说春残到死四方进 说实话 我小时候也养过残 但是从来没有养到土丝的时候 你看今天我算是开了眼界了 大家伙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方格醋啊 等这个残呢 到了要土丝的阶段 它就会爬到一个一个的 这个纸格里头 然后呢 在土丝做成一个茧 把自己包在里头 我们说 想要把这些残茧 一个个拿下来呢 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要靠手 这么一个一个 把它摘下来 摇一摇 听一听啊 里面还有这个残 残涌的声音呢 但是大家想没想 我们如果是靠人工 来解决这个事情的话 可能这么一个方格醋 还好办 倘若养残人家多一点 养上上万个这东西 全靠手来一个一个的摘 这个功夫可实在是太麻烦了 这都什么年约了 摘残茧还得靠手工 说出来啊 我们都觉得有点惭愧 幸好有人呢 发明了一台机器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移州仲桑养残的历史悠久 近年来 随着国家实施东桑西移战略 移州的桑残产业突飞猛进 引起具备周期短 经济效益高等优势 仲桑养残也逐渐成为 农民脱贫致富的阳关大道 那么 仲桑养残背后 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辛苦呢 为此 我们找到了当地远近文明的 养残高手潘华科 他养了32年残 也算是最早一波 靠着养残致富的残浓 潘大哥 那您这这么多 他现在是养了多长时间了 二十多天了 二十多天 对对 要吃两三天就可以上醋了 就要上醋了 上醋了是什么意思 上醋节俭的 就要吐司节俭了是吗 潘大哥说 从残种买回培育到现在 这二十多天的辛苦 为的就是他们吐司节俭的时刻 而当节俭完成后 也是潘大哥最忙碌的时候 那么一点 它这个节完之后是这样 里面一个一个的 像一个扫药丸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那这个怎么往外拿呀 这个就往外抠就行了吗 那么裁剪真的跟易璇想的一样简单吗 感觉它这个好像阻力还蛮大的 不是很容易呀 不是啊 这里还有乱丝啊 你看 有乱丝怎么我先给它拿就行 如果你顶中间 就顶一边这样 哦 先把这个乱丝顶开 潘大哥说 残到了吐司的阶段 会向上爬进方格醋中的格子里 方格醋表面也不可避免的 会富有扶丝 要想将残碱从这些 有一定韧性的扶丝中采出 还是需要用些力的 虽然潘大哥传授了技巧 但由于方格醋是纸板制成 使用中会潮湿变软 在上面 新手不容易找准 湿力角度 这不 一旋一使劲 直接把残碱给挤变形了 这个怎么感觉好像被我捏扁了呀 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 应该问题不大了 这个残还在里面啊 一里上还有那水分啊 把这个泥饼啊 等一下它污染啊 这个残碱就卖不得好价钱啊 就把我的收入就降低了 我这样还影响您收入了是不是 对对对 那怎么办 这个会差多少啊 这个我们目前价钱来说 这个好了28块五毛钱 现在这个鸭饼呢 它污染了 只能一块钱一斤 一块钱一斤 一块钱一斤 那也差太多了吧 对啊 那看来我还是得小心点小心点 看来这采残碱真的是个技术活儿 稍不注意就会让二十多天的辛苦毁于一代 但潘大哥说 对于残农来讲 最难的不是采碱的难度 而是采碱的工作量 您说您今年养了这个八九万头残 那是不是得需要挺长时间的 这我一个人干不了 还得请人帮采个节 那您一个人就慢慢干呗 怎么还需要请人呢 这个场景我们必须一天要采完 这么多一天就要采完 对对 为什么 它有什么这个时间的限制吗 因为这个产检有水分 如果你一天采不完了 影响我们的收入了 潘大哥说 晚一天卖的话 每一百斤产检 就会轻大约八斤 所以每次采碱 他家三个人都要采上整整一天 忙不过来的时候 甚至还得请人 这辛苦不言而喻 潘大哥 那您这个养这个残 取残检这么麻烦 有没有什么机器能帮帮忙啊 您这么多年这么辛苦 你们这个正好 前段时间有个人来叫我 帮他养一笔残 他说有这个木头的方法做 给我试用 帮他养一笔上竹 上竹了以后 他过来把这个钱擦 用他的机器来取这个检 对对对 他在什么时候来啊 我也挺想看看呢 他说他说今天过来的 今天会来吗 对对对 那这样我等等看 正好帮你取一取 没想到 他真的有裁剪的机器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刚才我跟您说的 那个帮忙 这上竹的这点 就做发明的就是他了 就是您研发的那个机器是不是 对对对 您好您好 您好 您好 我说过您啊 我姓秦 发明人秦德斌 发明项目 裁剪机 你看 这里它有一个手柄 把它摇起来 这摇起来的 生起来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下面这个小木条 这是顶剪的 把那残剪 从那个方格处里面顶出来的 秦德斌发明的裁剪机 采用摇柄加曲轴的设计 操作时将方格处放入裁剪盘中 摇动摇柄 带动曲轴向下运动 顶出方格处中的残剪 然后拉动下方刮剪器 就可完成裁剪工作 那么机器的效果如何呢 我们拿来了 截好剪的木质方格处 只见秦德斌将方格处 放入裁剪盘中 慢慢摇动手柄 全部残剪就被顶出来了 你看 这个残剪顶出来了 然后用这个把它刮出来 这个效果看着还不错 潘大哥 还挺干净的 我们看看这个 这残剪都被顶出来了 质量好像也蛮好的 看着是挺好 好像比我自己用手裁的还好一些 是 最起码顶你们三四个人吧 你不是吹牛吧 那我们来场比赛怎么样 那可以啊 我找几个人过来 听说有台裁剪机 竟然能顶得上四个熟手 老乡们都不服气 很快就将药材的方格处准备好 一场恶战即将拉开帷幕 秦师傅 潘大哥 那我们准备差不多 一会儿可要开始比赛了 潘大哥 我看您今天找几位帮手是吗 他们水平怎么样 水平很好的 都是一流的 都是村里边的高手 对对对 这样我来宣布一下比赛规则 等一下呢 我们计时三十分钟 看看哪一方采出的这个残剪呀 数量又多 质量又好 好不好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能不能赢 能赢 好 那我宣布 我们三二一 比赛开始 加油 加油 比赛开始 人工队的师傅们 马上进入了工作状态 不愧是养了几十年残的老残农 裁剪手法干脆利落 手指一溜而下 一把残剪就裁好了 而机器这边并不需要那么麻烦 只需要先将坏剪挑出 就可一股脑的把剩余残剪 全部裁下 机器一出手 就吸引了人工队师傅们的注意 这会儿 他们才意识到机器的威力 不由地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这次比赛 我们限时三十分钟 看哪方在保证残剪质量的前提下 踩的数量多 这对人工来讲并不是难事 平时他们一天就要踩 七八个小时的残剪 三十分钟在他们看来 玩儿这就比了 怎么样 大哥大姐们 现在十五分钟过去了 身体状态怎么样 很轻松的 我们那边聊天一边裁剪 我们一定能赢 好 加油加油 我们看看秦师傅这边 秦师傅 现在还有十五分钟了 您感觉怎么样 这满头汗 还可以吧 真的 农民兄弟不容易 感觉到有点辛苦了 是不是 还有十五分钟 还有十五分钟 加油啊 好了 加油 看起来操作机器的秦德宾 并不比人工队的师傅们轻松 由于残剪的压出和刮落 全部需要人力操作 此时的塔 已经满头是汗了 不过 虽然秦德宾低估了工作量 但机器的实力 的确不容小觑 赛程过半 才好的残剪 就已经堆成了小山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机器的优势渐渐明朗 看到机器的进度 人工队的师傅们 也没有了刚开始的轻松状态 开始奋力反击 而秦德宾 虽然已被汗水浸湿了衣服 但似乎却并不想给对手 留下可乘之机 然而 就当比赛进入到尾声的时候 让秦德宾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不行了 怎么了 怎么了 这地方没汗 没想到临近结束 负责阻挡曲轴的挡杆脱汗了 秦德宾只能提前结束比赛 那么最终的结果会如何呢 三 二 一 比赛结束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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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咱们人工队大哥大姐们一起来 咱们看一看 来 秦师傅 我们看秦师傅这个衣服啊 都有点被汗水浸透了 应该还蛮辛苦的 是 蛮辛苦的 但是这个数量上咱们看起来 潘大哥 咱们这个人工队这个在数量上好像稍逊一筹 比机器少一点了 数量上机器更胜一筹 但是检查质量的时候 潘大哥发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你看 这都被压扁了 这个质量肯定不行的 确实啊 这都压扁了 有好多的 你看这种啊 你看 这里有 你看 这都是啊 都扁了 秦师傅 这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确实是好多都已经压扁了 是啊 我也感觉 这我也看不过眼 对残农来讲 这一个个残检可是宝贝 这么高的形变率 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秦德斌的挑战 自然也没有成功 本以为离成功 只有一步之遥的秦德斌 不知该往哪儿走 这边 秦师傅 您在这研究机器呢 这位就是我之前跟您提到的 宝贝区那个农机中心的韦老师 韦老师 这位是发明人秦师傅 秦师傅 赶紧给韦老师说说这个问题 好的 现在是这样 这个机器 采检是能够采的 效率还可以 也蛮快的 现在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 采完检了以后 那残检就变形了 会压扁了 它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取检子上面这个平面的是吧 我们一压下来的话呢 它这个力一下瞬间就作用在这个检上面 就容易把这个检压免去 就是想个办法吧 把这个力把它分散一下 受力点分散一下 分散一下 就比较好一点 得到了韦老师的指导 秦德斌毛色顿开 他参考手工裁剪的方式 将顶剪柱重新设计 很快就把机器改建好了 改建后的机器在结构上做了很多调整 秦德斌放弃了手动压剪的结构 增加了传感器和电机驱动的升降结构 裁剪时只需将方格处放入裁剪盘中 闭合刮剪器 自动升起的顶剪柱 就可将残剪顶出 滑动刮剪器即可完成裁剪 为了避免将残剪挤压变形 曲剪柱表面设计为斜面 可减小顶剪瞬间的作用力 听起来确实还不错 这样 秦师傅 今天我来呀 我带了一点这个小番茄 你看这个小番茄的这个形状 是不是跟这个残剪还挺像的 是 有点像 但是它有一个特别 这小番茄可是比这个残剪还要脆弱一些 我想着今天要不我们拿它试验一下 把它放到这个放隔醋里边 上面可以補上一层纸 然后我们试一下 能不能在这个小番茄不破损的情况下 把它取出来 我觉得如果小番茄能成功的话 那我们到时候取残剪应该问题也不大 那我们就试试吧 一旋的这个难题 可是让秦德宾始料未及 那么面对脆弱的小番茄 改进后的机器能够温柔以待吗 这就开始 这会不会破呀 不会破了 传不出来了 我们来检查看看 这看起来效果是不错 都没破 你看 都是完整的 没想到机器真的把小番茄 完好无损地采出来了 这让秦德宾信心大增 搬上机器 直奔潘大哥家 听说机器不会压坏残剪 潘大哥来了兴致 双方约定 再结一批剪 五天之后 赛场上见 现在我已经到我们等一下 我比赛的这个场地了 现在这好像围观好多人 在看什么呢 这个怎么踩啊 怎么踩啊 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是怎么踩的 我先把电通了 这是用电的 电动呢 你看 自动的降下去了 不比手快 等着 我四个里看你就知道了 八个人都比不了他一台机器 没有吧 我不信 听什么好有信心 不相信啊 你这都比我们吗 我两只手还有一台机器啊 是这样啊 要不然等一下我们就比 比就比 是比了 谁放不下 没想到 提前现场的秦德宾 被闻讯赶来的村民围观了 大家都想跟机器比试比试 最终潘大哥选定了七名能手 与他一起接受机器的挑战 那秦师傅 潘大哥 我们准备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可要开始 这个机器和人工的比赛了 秦师傅 上次经历过这个比赛的失利 这次您感觉怎么样 这次我的机器已经改好了 我觉得我能赢 您这次还挺有信心 但是我看这个潘大哥 好像带了不少人手啊 他人多 但是我的机器先进啊 这次您觉得一定能行 一定能行 那您等会儿可加油啊 好的 潘大哥 我看这次这个秦师傅的机器 好像改动还挺大的 您感觉这次能不能赢过他了 肯定能了 上次我们四个人了 现在我们八个人了 可能比我们肯定不怕了 这次带了八个高手 对对对 我们问问看 大姐 我看您刚才是看了秦师傅的机器了 您感觉能不能赢过他 能我们能赢过八个人了 八个人 已经大家都做了很多年 是很有信心 一点 对 等一下已经加油啊 大姐 您觉得呢 我看今天 就是好像准备了 大概有二百个方格错 您觉得有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的 没压力 我们手工很快的 非常熟练了 对对 就等一下加油干 一定是赢过秦师傅机器好不好 肯定赢的 好 那这样啊 我看我们双方这个信心还是很足的 那为了我们今天比赛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我们也是请到了韦老师给我们做今天比赛的裁判 韦老师给我们宣布一下比赛规则 今天的比赛规则是这样 机器队和人工队各两百个方格柱 又快又好取完方格柱的为胜 好 那大家有没有听清比赛规则 有 有没有信心 有 能不能有 难以 好 那我宣布啊 三 二 一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人工队的师傅们迅速找到自己的座位 开始裁剪 这次比赛 我们为双方各准备了二百个方格错 平均每位人工师傅只需要采二十五个方格错 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但对秦德宾来说可就是满满的压力 比赛之前夸下的海口 只能用机器的实力兑现 不过我们看到 这一次机器的确不同反响 该撑电动之后 裁剪速度明显提升 只需一放一扣一刮 一个方格错就采完了 吸引了不少村民为官 平均来人一分钟四个 哎呀这么快啊 大爷我刚刚听您是刚是计时了是吗 是啊对 倒计时是多少 一分钟四个 一分钟四个方格错 对 您感觉这速度怎么样 好快的 速度还可以 速度可以 没想到机器一亮相就吸引了一众粉丝 这让人工队的师傅们感受到了压力 要想赢过机器 才一个方格错就不能超过两分钟 大家不再轻敌 开始加快速度 决心与机器一拼到底 比赛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双方互不相让 这一次机器的操作很简单 秦德斌比得很轻松 不知不觉间 残检已经堆的 快有机器那么高了 大哥大家姐们感觉怎么样 我看大家这速度已经慢下来了 是不是有点累了 不累了 大家嘴上说着不累 但是速度已经慢下来了 大家加紧干呀 我看咱们这速度其实也挺快的 不输这个秦师傅的机器 不会输的 人工肯定要累呀 是吧 还是要累一些的 腰酸背痛 有点腰酸背痛了 好大家加紧干啊 我看瘦得也不多了 咱们再加把劲好不好 加油啊 加油 秦师傅 我看您这还挺辛苦的 我看这现在咱们这不能轻敌啊 这人工这速度还是挺快的 是吧 你照您这差不了多少 我这里差不多完了 快要完事了是吧 好好好 再加把劲啊 好了 比赛进入尾声 胶着的比赛也开始渐渐明朗 长时间神经紧绷的人工队 有些放松警惕 而秦德斌趁此机会 与人工队拉开了差距 人工队加油 人工队加油 秦师傅开始给人工队加油了 你看啊 我最后一个了 我们也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了 还有两队 看谁踩完先了 秦师傅这边已经受券在握了 我们先踩完了 好 比赛结束 大家可以停下来了 速度上机器更胜一筹 那么双方的踩碱质量又如何呢 魏老师 您感觉人工队踩这个碱质量怎么样 这个踩出来质量是很好 还可以的 正常的标准是不是 正常标准就这样了 那看这个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还不错 这样吧 来 大哥大姐们 咱们一起 魏老师 秦师傅 咱们看看这个机器对这边 踩出的这个残碱质量怎么样 来 大哥大姐们 咱们来检查一下 看这机器踩出的质量 到底行不行 来看看 潘大哥 你也看看 这回怎么样了 这个还可以 这个可以 上次会有这个残碱被挤压的情况 没有了 没有没有 这次已经好了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质量按照我们这个机械上面来说 应该是合格了 质量比较好 那我们刚刚检查了一下双方这个裁剪情况 魏老师给我们宣布一下今天的比赛结果 基本上的话双方的这个裁剪质量都符合这个要求 但是这个机器队在速度上面就强过这个人工队 我认为的话这个机器队是获胜了 潘大哥 对于这个比赛结果您认不认可 认可 你感觉这机器可以 可以可以 那我们恭喜这个秦师傅机器研究成功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秦德鞭研发的电动裁剪机 通过传感器和升降平台的设计 可高效地将残碱从方格簇中采出 以潘华客家9万头残来计算 以往三个人工作七八个小时才能完成的裁剪量 现在只需一台机器工作两个多小时就可以完成 大大节省了劳动力 自打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就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是不是这些热爱发明的人真跟我们普通人大脑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司空见惯认为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人家看来却是破绽百出 就拿重丧养残这个事业来说 在我们看来老祖宗告诉我们就是如此啊 我们现在也这么着 费是费了点劲 但大家伙不都是如此吗 但是在人家看来 不 此事大有可为 应该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变得更方便的事情 当年鲁迅先生怎么说的 鱼无声处听惊雷啊 我觉得这项发明啊 恰恰可以印证这句话 不要以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就一定是应该的 难道他就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吗 秦师傅的这个发明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好 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今天的节目 下期我们再看